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給蚊咬 給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了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大 現在是細大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亦都去看過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我們繼續 9月26、27日 波斯人決定 鐵心說 一定要消滅雅典的艦隊 什麼計策都不需要 我們堂堂皇屍想什麼計策 雅典的情況是怎樣呢? 當時9月27日 雅典淪陷的消息傳到海軍大本營 即現在暫時的大本營 薩拉米爾島 剛好是在雅典的對面 有人馬上聽到有幾隊 直接走開了 害怕得走了 為什麼? 因為晚上遠遠望見 當時波斯人已經佔據了他們的Piratis 遠遠見到夜晚Piratis 說的燈火 你都知道 等如曹操赤壁大戰時 周宇、隔江見到他 都是很可怕的 而且聽到雅典覺得沒辦法贏了 那就走開了 更加多人在那裡斜斜施語 不如我們走去科林斯地合 跟斯巴達人會合 再跟他一戰 現在這樣跟他打死死了 沒得救了 只能靠陸軍 只能靠陸軍 陸軍、海軍輔助 其實是怕死 想要依靠斯巴達人 雅典那邊的人 跟迪米斯托克利說 這群人散了就不能回來了 不行的 聽到迪米斯托克利也認為不行 一定要搞 於是就跟統帥 Uribatis說 怎知道統帥就說 你又想找我壓住這群人 這群人我壓不住 你喜歡去 我現在開大會 你去說服他們 於是迪米斯托克利也說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害怕 但告訴大家 我們在這裏住了十多二十年 從小到大 我們很熟悉這裏的風向 很熟悉這裏的水流 而且這裏的海港口 我們的船就比較吃水深 而且港口比較窄 我們在這裏就會好像 在Atomisium 或者好像在溫泉關裏 會佔上風 如果我們利用足夠的天使和地利 我們是可以打下波斯人 他們完全不熟悉我們這個海港 但如果我們去到 科林斯地合這個位 那裏是一個很寬闊的海洋 在數量上 我們不看他們 就會被他們圍住來攻 我們是必死無疑的 就是維多利亞港 大家守著維多利亞港 也不要在九龍打 在九龍打 可能大家不夠日本人打 當時英國佬也是這樣想的 即是你一出了大海 就被人圍住來打 但如果你守著維多利亞港 你的港口窄 就可以跟他們一拼在海軍上 那種深大是一模一樣 即是溫泉關的陸地板 當時他就這樣說 所以說大家一定相信我 如果我們打是有機會贏的 這樣說 聽我們的指揮 我們說過一個宗犬是科林斯 即斯巴達的宗犬是科林斯 那天科林斯的海軍統帥就說 知不知道你不應該發言 你是一個連祖國都沒有的人 這樣說 你有什麼資格發言 很困難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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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了 沒有這麼多話說 於是地米斯特克利就罵他 告訴大家 我們雅典人一天一天 有200隻船 有我們的雅典人和200隻船 我們在海上是無敵的 這隻船就是我們的國土 國土是在於人 而不是在於土地 然後就捉住Yuri Bytas 就說 如果你是男人 你要跟我站出來 打 告訴你 我不怕告訴你 我們祖先曾經下過的神譽 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意大利一個地方 我們的命運在意大利一個地方 我們應該在那裡開一個殖民地 如果你們現在不肯打的話 我就會馬上帶一些人去看殖民地 告訴你 沒有了我們這裡的200隻船 你們根本絕對打不贏波斯海軍 你們聽死了 你們現在打不打 這麼說 兇虐 對方想想 如果我這一刻不答應你打的話 就沒辦法了 他就說 好好打一打一打 你喜歡打就打 講完就出仗 但是地米斯特克 你知道你們這些人不齊心 他們不肯打就離開 看見你們這些人的壞樣子就知道 把心一橫 你們這些人不肯打 即是猜他們可能晚上會離開 於是 那一陣應該是下午的 就是黃昏出仗 說好,我出去吃飯 不要理會他 吃完飯再談 叫了一個忠博來 就說我準備一張信 交給你 你跟我渡海 對 交給波斯人 什麼事 秘密交給波斯人 於是那個忠博 這個忠博 是以前做一個奴隸的時候 地米斯特克利 將他屬身 未必是奴隸 即是一個低下的平民 是救命恩人 令他變成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住大屋 他不是奴隸 他是一個貧民 但地米斯特克利 就扶植他 令他有錢人 所以他是絕對聽命於他 這個人就說 你跟我交給波斯人 於是他去渡海 靜靜地趁晚上 黃昏渡海 交給波斯 那封信 一聽到 我是亞典海軍的人 裡面有一封重要的消息 交給你的大王統帥 於是一層層上交 過了一個小時 到了大王手 大王一打開 上面就這樣說 尊貴的大王 其實我是站在你這邊的亞典人 我希望見到你成功 所以我把重要的消息告訴你 在今晚 在今晚 希臘聯軍準備離開 就在薩拉米爾島的另一邊逃離 我告訴你 你只需要暗中把百靈的船 守在另一邊 幾十艘船 他們就走不掉 就像龍宗中的主一一樣 第二天 你跟他開戰 就任他宰割 第二天 他們之後就會更加害怕 因為見到他走不掉 他就會任你宰割 我希望你能夠成功 請你記住我的名字 我是亞典的海軍統帥 尼米斯托克利 上 很賤家 大王聽到 大家 我沒有說錯 我們的判斷是沒有錯 立即是養封信出來 他們已經害怕到這樣 我們明天可以打低他們 連亞典人這麼身仇大恨 都願意和我們好良 證明他們一定死 我們明天就和他們決戰 這麼說 地米斯托克利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自知死地而後生 因為這群人臨打之前 那天都想走 即使打也不會鼓起勇氣 現在迫著他們 他們就要和波斯人死戰 這是第一個原因 夾死他 第二個原因就是 萬一打敗仗 他就會站出來 去保住自己亞典人 從波斯大王說 我站在你那邊 你讓我做亞典之王 即是兩頭射 可以做兩頭射 就不爲一個超級大奸商 這些人就是口黑學之王 Donald Trump 你學了這招 Donald Trump不知道 也應該是 這些口黑之王 其實這種人型的人 如果大家做過政治 讀過他 很多人都會學他 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亞典歷人西方民主歷史上 最重要的角色 因為這種人是第一種出現的人 當然是民主社會才會出現這種型的人 即是兩頭射得這麼賤 當他說完之後 晚上在吃飯 就等 當時 拋門 誰阻礙我 一打開門 嚇一跳 原來是你 原來是被他放逐了那個人 哈里斯泰特 其實當他一戰敗 溫泉關戰敗 一入城第一件事 就已經通告了所有人 我們要原諒所有放逐的人回來亞典 他是這樣說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免得這班人投搞波斯 他是死的 他永遠都是兩頭射兩手準備 當時阿里斯泰特 按道理就不會來幫他 他突然過來 他說你會來了 我猜不到 就嚇到我 阿里斯泰特就這樣說 如果你還有少少理性的話 我們就要放下大家無謂的自尊 好像小孩子那樣鬥 你和我的鬥爭 不過是為了亞典的將來鬥 而這一刻國家有難 我們就應該攜手去救他 我現在說一個重要的消息給你聽 我剛剛冒險穿過波斯的海軍封鎖 我進到這裡來見你 外面佈滿了波斯人 不僅僅 而且你們另一邊 在這個島的另一個出口 都已經被他封鎖了 你們已經成為了龍中之主 你們別走 你們現在想怎樣 地米斯托克利一聽到 我的計策成功了 即是怎樣 於是將他自己的計策 告訴阿里斯泰特 阿里斯泰特聽到打這個神 想一想 都說 都是沒辦法 他的情況 他一聽到 都知道是沒辦法 因為他是一個亞典人 他不單是一個亞典人 他是一個希臘人 他知道希臘人是很衰革的 一群人是傻的 大家聽到 到現在都是想走 於是 既然是這樣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阿里斯泰特 地米斯托克利就說 這樣 人們就不會相信我說的話 即使我說的話 那邊有人 頂住 但他們會相信你 這件事是我及不想你 現在 因為你出名正直 我出名狡猾 既然是這樣 麻煩你跟每一個城去說 跟周圍每一個城去說 說服他們 跟他們說 已經無路可走 說服他們要去打 然後就說 地米斯托克利是有辦法打低他 大家這樣聽到就可以了 立即開會議 怎樣? 可以 沒問題 現在是你做主 我做副手 我一定會全力輔助你 於是 這個人是一個正直的人 所以沒問題 要大局為主 如果讓地米斯托克利 我們等一會 我們應該會說 他再有更加兩頭蛇的事出現 當他說完之後 於是 首先去找主帥 Euribaitis 說完之後 就很害怕 怎麼搞 走都走不到 立即開會議 開會議的時候 然後 地米斯托克利 又將自己的計策說出來 他說 我是熟悉這裡的水流和風向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去打低它 因為我說 說完之後 科林斯的統帥又來 又說 看著阿里斯泰特 就問他 你看看 你的朋友 坐在你後面的阿里斯泰特 他都不出聲 他就是他反對你 阿里斯泰特 你是不是反對他的說法 阿里斯泰特就說 我不出聲 並不代表我反對他 你看見他的樣子 你都應該知道 我對他的一切 所說的一切都心願成福 所以我才不出聲 嘩 反過來 你可以知道 雙方是十分不信任對方 不妥對方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科林斯人 都是從商的 他是利用自己科林斯地合的特點 就是海運 其實已經被阿典人 由於阿典興起 已經吃到他快破產 所以他很生氣阿典人 就是這樣 而他也不停依仗著斯巴達 平時不停依仗著斯巴達的威勢到處賺錢 大家會明白 為何會有這麼深仇大 雙方 說完之後 沒有聲出 於是大家就決定 第二早就出發 整晚在準備 到了第二早 六點多鐘 水平如驚 神光第一線射上海 整個海浮起金光 整個水很平靜 一聲令下 如果大家看Youtube 你們會看到 他們出港 所有人都出了港口 當他出港口 波斯大軍收到風 阿典人出陣 我想吵你 那天晚上 他們已經把百里手 埃及的船隊 搬到後面 波斯人 幾點準備好 分了兩邊 北邊 就近住 首先說瑟西斯 在海峽的高山 立即叫人 軍職 黃金大橋 坐在黃金大橋上高山 坐在那裡 這次我要一直督戰 看著他們打 把亞典人完全消滅 很威風 然後到波斯人出陣 波斯海軍分南北兩個陣 西斯那邊就是波斯人的陣 即斐尼基的陣 在南邊就是愛奧尼亞人的艦隊 而在亞典那邊就是 對付斐尼基人的亞典艦隊 大約180艦隊 當時 對付愛奧尼亞艦隊的 就是斯巴達及其餘聯軍 加起來大約有300多艘艦隊 亞典人出了200多艘艦隊 大部份都是亞典人所出 當時亞典人分兩隊去 一排慢慢接近 當接近到差不多的時候 開始停在海裡 亞典人 亞典這個聯軍 希臘聯軍停在海的中間 海合中間 波斯人看到他 而在海合的南邊 決戰的南邊有一個島 波斯人派了軍隊上去 目的是什麼呢? 萬一亞典人輸了 船沉了 那些人可能會游到島去救命 就找波斯人刺死他們 各和青 即不是各和青 即是撿死雞 殺了他們 當時 萬全之策略 在那一天 6時多 波斯首先說 你們想出來嗎? 既然有這麼多人 就攻上去 咚咚咚咚 那些船開始攻上去 一看到他們攻上去 主水船 一叫 所有希臘大軍 竟然慢慢向後退 由闊的海面一路向後退 於是波斯大軍 當時有800多艘船 我想剩下600、700艘 不停地向前進 追擊他們 當時他們以為 雅典的艦隊 他們看到我這樣 當然害怕 因為他們之前收了一封信 已經知道他們可能有內應 又有內奸 又害怕 既然是這樣 所以他們害怕了我們才走 不要讓他們走 不要讓他們入港灣 於是便衝上去 當時那個 海軍主帥 尤其是當他們看一看 上面金剛閃閃的 薛西斯的黃金大橋 更加奮勇 向前衝 不要管 向前衝 一馬當先 所有人都衝進海盒 以為自己贏了 是的 當時由於闊 變成窄 所以陣營已經開始散亂了 撞來撞去 不單止撞來撞去 即是慢慢撞來撞去 前後已經亂了 當時雅典的軍隊慢慢移進內港 即是沒有路走 當時大約7點多鐘 突然間 風起 呼呼 又順 北風吹過來 原來每一天7點多鐘 這個港口就會刮起大風 在這個時節 在這個時候就會刮起大風 由於雅典、尼米斯特克 海商等等 很清楚這個狀況 但相反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們馬上所有的船就散亂了 亂了 於是這個 於是米斯特克利他們就馬上吹號 大家上前衝 根據四年之後 有一個劇作家 用這件事來寫一本書 《波斯人》 說回當時他們的聲音響起了整個海 他們是這麼說的 為了家族祖宗 撐 為了子女的將來 撐 為了大家的自由 撐 每一下叫 每一下叫 向前衝 承著風勢 衝過去 200多艘、300多艘船 可能分了兩批 八五艘、八五艘 沒怎麼說 但當時衝上去 當時打仗有三個方法 主要是 即是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遮擊 即是 遮擊 遮到旁邊 然後一下子撞過去 通常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撞完你 衝上去和你死過 比較少用 第三個方法 就是波斯人專用的 就是在船上造高塔 但第四個方法就是要很高的技術才行 就是毀仗在兩艘船中間穿過 當船的速度夠穿過 對方的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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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一穿過它的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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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第四個方法 毀仗 立即有十幾義食手、頭等的障礙 船一分鐘後就撞沉了 最嚴重的是當時波斯的海軍大將 由於太過心急向前衝 結果在第一輪被撞沉了 指揮南暴露了 是死了 是因為被射箭射死了 是因為那些矛被人刺死了 即是沉船時被人刺死了 指揮南沉了 大家在北陣、斐尼基的陣營馬上大亂 正路每個都是熟悉的水手 知道應該要退 看到這種情況應該要走 但問題是當他看一看黃金大橋的反光 他們立即想不可以走 會死人 唯有頂硬上 但始終是搞不定 南邊更加不再說 他們原本不想打 那些愛奧尼亞人 打了兩下就說我們走了 散亂 於是 在一個多小時之內 二百至四百艘船全部沉了 當中 我們之前說過 有Athetismadamisia的女王 那艘船是整個波斯海軍第二最好的 第一艘最好的一定是帥西斯那艘 真是很囂勇善戰 但看見世息不對於事 就走 說真的不行 唯有走 希臘的船見到他走 就追擊他 他掛著撐 誰知前面見到一隻自己人的船 他說不管了 衝上去 竟然把自己人的船擊沉了 為了自己逃生 所以希臘人就放生了它 但帥西斯就不知道這件事 就這樣坐在海裡 看見那艘船很囂勇 誰來的 我就是Athetismissia的船 是女王那艘船 他一聽到 就不由嘔吓切齒地叫 今天我們的男人變成女人 我們的女人都變成男人 那麼囂勇 真是壞 於是這場仗在兩三個小時後 就決定了勝負 就是希臘 就是波斯的海軍近乎全滅 是 是 是 還有多少隻要走 希臘 希臘怎麼走 當時馬東紐斯 就跟他說 大王 我們快點 不用怕 我們的海軍不行 但是我們還有陸軍 我們先回到後面 回到底比斯一帶 重整旗鼓一定可以再來 於是 於是 舌西斯想想 是呀 一直騎著 我們回到北邊 嘎嘎聲 走了 而由於 追擊不了這個女王 Tamesia 這個女王 希臘人認為 被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這麼糟糕 竟然敢來打我們 同一個女人來打我們 希臘的男人 這件事是不能夠接受的 於是 也找人下一個通緝令 要殺了他 所以令他成為一個傳奇人物 當這場戰役打完之後 地米斯托克利 就跟阿里斯泰特說 我想到這條方法 一定可以自波斯王於死命 你看看是怎樣 那究竟是甚麼方法呢 我們回來再說 我初相識的時候 整個臉都紅薄薄的 有牛皮腥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吃了 已經沒那麼癢的了 沒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 是不是好了很多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 基本上本身都是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都不是十分嚴重 基本上 是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 都要吃八顆的 因為他要爆頭那隻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甚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很容易肚子 敏迪其實原理上 所有敏感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經常肚痛 對 以前一喝到冷水 就會 立刻肚痛 立刻來 還有你的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 現在都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混淆 是不是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三十歲 用了洗頭水 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 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完 就全部出完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